剛剛講到特效啦 服裝啦 我覺得你們的場景也非常的酷 都是真的打造出 雖然是小一點 就是因為要符合偶的大小 比如說書院的景啦 或者是甚至那個山 其實也是真的弄一個那麼三公尺高的山 對 這些哪一個場景 對你們來說是最困難的 就素環針 球微型那個場景 其實是比較難做的 為什麼 因為純開放的空間 因為它就不用做那些天花板什麼的 然後密閉空間它就稍微小一點 通常是建築物 廚房什麼的 它就是木工去搭整個房間建築物就好 可是它那個是半開放的空間 對 就是它要有天花板 而且跳高要很高 然後但是光又要能夠透進來 對 因為它一般燈是架在 比如說就是架在房間裡面 但是那個燈是架在 那個就是 因為它是半開放的 所以它是架在那些樹藤的外面 就是燈調的很高 然後才是那一種 就是半開放的一個天花板 然後才是 所以那個景其實 對我們來講是規模是比較大的 就燈到底要長哪裡啊 對啊 因為它看起來像天空大下雨嘛 然後它又要有一點點室內的感覺 對啊 然後又要看到上面 上面還有掉很多東西 一些樹粉啊什麼的東西 所以 場裡要掉的很高這樣 嗯 所以整個 整個其實那個 雖然 觀眾可能不會發現 但是其實那個是最困難的 對這場戲 所以大家看電影的時候 可以多 真大眼睛 注意這些小細節 素魂心 配音這個部分 你們其實也很想要做一些突破的嘗試 但是最後還是回到 叔叔他一人配 全部這樣子 那之後呢 勢必要做一些 突破跟改變 來吧 按字幕 Magyac 我們會做一些 架子 但是 我們會做一些 寶貝 的 那 這 我們會做一些 有一個